哈囉大家好,我是Meg 今天我要介紹四月我這一整個月都很喜歡用的單品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單品是Sofina的隔離乳 夏天啊,就是你一定要擦防曬在臉上 不然真的會曬得很黑 它很好用是因為它SPF有50加 然後PA有三個加 那擦起來其實夏天最忌諱的是 它的質地很黏膩 可是其實這個不會 我就覺得擦起來其實蠻清爽 然後你流汗的時候也不會 就是你知道,你低得很黏答答 所以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 夏天的時候可以購物這個 而且還蠻便宜的 再來是這一個 Too Faced的睫毛膏 它捲翹跟纖長二合一 然後它品身非常非常美 因為他們本身他們家的化妝品 就是以包裝組成 那其實這個在台灣是目前買不到 我是上上個月去美國的時候買 可是我知道有一個美妝網站 它就是好像有包含全球很多很多 在台灣買不到的一些化妝品品牌 然後而且又是全球免運 我會把那個網站的連結 附在分享的資訊裡面 然後你只要簡單的刷大概一兩下 你的睫毛就會非常的誇張 只是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就是 它的刷頭很容易沾太多睫毛膏 所以就是每次你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稍微刮一些邊緣 然後把它刮得很平均再刷 不然會就是睫毛很容易解塊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Innisfree的腮紅 其實我個人是腮紅上上去 然後一出門可能就會不見的那一種 可是我這次用它 然後它顏色很淺 可是就是上上去都很自然 而且大概上五六層都不會很浮誇 就是浮誇的紅都不會 就很推薦給大家 再來第四樣也是最後一樣我要推薦的是 1028的卸妝液 它就快沒了 因為它非常好用 我之前是用迷你的卸妝 卸妝 卸妝油 可是就是很明顯就是你倒在那個化妝棉 你上上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眼睛一展開就會很刺痛 而且全部視線模糊 可是這個完全不會 因為它主打就是PH7.5是中性的 我卸妝的時候它就像水 它很好用 然後你眼睛張開的時候 或是你可能化妝棉還附在眼睛上的時候 都不會刺痛 你張開眼睛也不會模糊 就它真的就像水一樣 非常推薦給大家用 以上就是我要推薦給大家 非常好用的單品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掰掰 很好看 很快 我們都會看到 好